养了多少条啊 还有十多个 大型犬小型犬啊 都是大型犬跟中型犬 都是什么品种啊 金毛啊 拉巴拉多 萨摩 阿拉斯江 你们家有多大的院啊 家院不算太大 以前我是租了一个平房专门养狗的 就是你现在跟狗住在一起 是还是不是吗 是 是 是吧 有很多人其实就租了个院专门养狗 就住在那院里 那就算狗和人住在一起了 是吧 对 这上面说是自由职业啊 对 我再问一句 这自由职业是不是就是 以狗为生啊 No 我不以狗为生 我平时也就是干的散活 然后开的出租 哦 你的本职工作是出租车 对 长狗是你的爱好 对 我这狗没有卖的 没有一条狗是卖的 你是一爱狗人士 对吧 算是吧 不是算是 一定是 特别喜欢 刚开始我们认识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 我说为什么我总过敏 我说一跟他见完就过敏 后来我清完他家之后 我就发现了 我说啊 原来是因为就是 他身上可能会有狗毛 所以按照白老师的这个说法 没有 现在不是每天上你家之前 我都提前洗衣服 沐浴更衣吗 比见皇上都难呢 人家一天洗四天 我也洗涂涂皮了 关键你衣服你不洗啊 那不也换吗 其实换吗 你什么时候知道你过敏的 对狗毛过敏的 我以前就差不多小的时候 没太注意十多岁吧 然后那时候家里有小 很严重吗 挺严重的 就是 看过大夫吗 脸会很严重 看过 有办法治吗 没办法 就是你跟狗就是天敌了 是这意思吧 差不多 因为就为了跟他在一起 我也试过去养 但是养不了 然后试过抹那个药膏之类的 然后也不合适 话而言之就是说 在你们家 如果你们俩想成家 就有你没狗 有狗没你 是不是这意思 咱俩这事问清楚啊 这个 我们两个也私下就说了 然后我说 那你那个 你把狗都送人吧 然后大半年了 十多条就送了一条 那我不也是在努力呢吗 那你这速度也太慢了 那你给狗送人的话 你是不是得找那些爱狗人是送啊 你不可能逮谁就送谁吧 再说咱家那些 全部都是好评仇 你们俩是怎么好的 我们两个是 那个我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但是后来就觉得挺好的 就当天就玩得挺好的 就在一起吃饭什么 聊得挺好 然后我朋友就说 这他挺好的 也挺孝顺的 然后我说 那就是后来就连续地 吃了几位饭 觉得也挺好 最重要的一次呢 就是有一次我上班 但是因为我父母 年纪比较大 七十多了 有一次我上班 然后我妈她那个感冒了 就挺严重的 然后就是我家这边 还真没有谁在附近 我就想到他了 然后他就去给我妈 他妈送药什么的 然后就心里边 就感觉挺舒服的 就是这小伙子 是个热心人 是吧 对对对 打动了你 好 下面我还想问 你比他大四岁 对吧 三十了 对 急着结婚吧 我还好 但是我父母特别着急 你到底是还好 还是着急 有点着急 有点着急 二十六岁 打算马上结婚吗 主持人我跟你说 说到这事 还跟那狗有关系 之前谈到这事了 但是他说了 必须把这个狗 全部处理完之后 再研究结婚这个事 那不是还不是因为 你跟狗是不可以共存的吗 那你大半年 你就十多条 你送了一条 那你什么时候 你把他们处理完 什么时候能处理完 什么时候能谈到结婚的问题 你不可能说 逮贼送贼 再说 你像小狗啥的 有病女啥的 你都得给人消毒完 处理完了 你既然说送人 你得负起这个责任吧